歡迎來到巫師的頻道 我是神秘的代言人鬼哥 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是關於上一次去探險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那麼還沒有觀看以及訂閱未來男友的觀眾呢 可以先行前往觀看跟訂閱 動物的屍體死掉之後放在那邊 好忙喔 看起來有點嚇人 這裡很好啊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地 前面全部都是坊妹 教頭臉色好像有點異常 那邊有點白 眼睛有點不深 現在踩在我的腳底下這個 都是之前曾經安葬過仙人的一個位置 那邊這邊他們不太很近 那是不是鳳梨 那邊是鳳梨 有點像 頭暈 頭暈不出 那麼事情是這樣的 上一次的探險 我有在影片裡面提到一個 道教的特殊 法門跟門派 他其實是一個道家的民間法團 的一個支流 那他的歷史其實也相當的悠久 他的歷史並不會比 毛三派來的相近 其實他們是 同一個時期的法團 此法門 縱陰的修法 雖然表面 看起來給人一種 邪氣外露的感覺 但以我的觀點來看 其實他只不過是修行的方式比較另類而已 坊間常常聽到的 烏鬼搬運 烏鬼運財 或是 一些烏鬼類的名詞的 相關法術 其實就是源自於此法團 只是被坊間學了用去而已 這個法門又以控制靈魂 很著稱 一般在道家的說法呢 就是 稱作 控陰 而且這個法門 在以前相傳就是因為 他們的法術 除了陰毒以外 效果也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猛烈 所以 很多這個派別的 相關法術都已經被禁止 然後失傳 那麼上一次的探險 也對 羊鬼人這位網友相當好奇 剛好看到他施法的方式 讓我想起一位道友 提到過這個奇特的法門 所以我向他請教了相關的問題 以及知識了以後 然後對他們有進一步的了解 我的這位道友呢 他也有跟我說 不如 你們就拿去試看看 特殊的招鬼方式 他就把相關的儀式內容 以及他們所用到的招鬼符 一併給我 然後還有加上一些咒語 以及 司法過程 配合相關的 咒語以及方式來完成招鬼儀式 想不到的是 我以為沒有成功 結果就在要走出去墓園的時候 蛤 鬼哥你在 燒東西嗎 開走了 蛤 開走了 怎麼了 先走 他那個儀式做完之後 這個一直有反應 忽然的我發現就有 相當大量的 負能量聚職 然後朝我們這邊過來 如果以道教的說法 我應該是真的遭到了 他們所說的 英兵英將 所以如果當下 我不立即 做緊急的處理 然後制止他們在 向我們這邊靠近的話 我想遭殃的可能就不只是我 還有其他的團員也會一併遭殃 鬼哥 你幹嘛 不要過來 蛤 你不要過來 怎麼要叫我不要過去 啊 所以情急之下我施了巫術系的一些攻擊術法 然後才得以將他們稍微做一個制止的動作 但是 很遺憾的是 我的面具還是壞了 所以呢 今天才會以這個全新的樣貌 然後再跟大家見面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就是 全新的面具 可以算是 這個面具 使用他的 將近兩年以來 今天算是 功成身退了 那麼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的內容 不要忘記 訂閱 以及分享 我是神秘的大藝人鬼哥 我們下個影片見 аты 這次有何時期